各位好,这里是WTV News正点播报,我是裴函 今天是2019年3月13号,星期三,农历的2月初期 接下来我们继续关注一下新西兰全国各九亚城市明天的天气状况 明天星期四,奥克兰将会是多云天气,最高温度26度,最低温17度 霍林顿明天是小雨天气,最大雨量每小时5.6毫米将会出现在明天中午的12点前后 气温是15-20度,汉密尔顿明天晴朗天气26度的最高温 陶朗加明天是晴健多云的天气,最高温度27度,最低温19度 基督城明天晴转小雨12-18度,黄厚镇明天是多云有镇雨的天气,气温是在6-16度之间 好,接下来我们一起来关注新闻 一位癌症患者同时也是乳腺癌治疗的倡议者表示 新西兰官方医药采购机构Farmac的资金应该多一倍 这样才能更好的服务新西兰民众 这位名叫Elisa的乳腺癌的患者在第一次被诊断患有乳腺癌的时候 还以为自己至少可以再活5年 然而她很快发现癌细胞已经扩散 目前有一种药物可以缓解她的病情,现在每天都需要服用 不过这种药物没有得到Farmac的许可 因此无法在公立医疗系统里得到补贴 所以这位新闻当事人Elisa必须要自己负担费用 Elisa的父母为了让女儿继续活命 每个月都要拿出5000多纽币来买这个药 目前毛利事务专责委员会正在对新西兰医疗系统 对毛利族裔的影响进行调查 Elisa支持这个调查 同时她也指出更重要的问题是 Farmac应该得到更多的资金 预算案给Farmac花博的资金应该是增加一倍 一群和Elisa有类似遭遇的妇女今天是在这个委员会发言 主题就是没有得到补贴的药物如何影响她们的生活 Elisa说每个人都会列出细节 她们都是晚期的癌症患者 明知道有药物可以延长生命 但又无法得到 这种感觉令人绝望 好来看下一条 昨天电动滑板车公司Wave宣布将会进军奥克兰的电动滑板车市场 目的是为骑行者们提供环保又实惠的出行方式 让奥克兰市民多一个选择 这也就意味着在奥克兰市场一家独大的LIM滑板车遭遇了强劲有力的竞争对手 在使用上和LIM一样大家是可以通过手机APP寻找停放在街头的Wave电动滑板车 解锁和租用的手续都是可以在手机上完成 根据了解Wave电动滑板车将会有两周试运行的时间 如果试运行期间一切顺利的话最后就会正式投放市场 加上LIM之前在奥克兰市场投放的滑板车 那么之后奥克兰这个电动滑板车的数量将会增加到2000辆 这对使用者们来说绝对是个好消息了 数量多了选择多了 竞争对手带来的压力如果还能让这个价格再往下降一降 那真是再好不过了 对于电动滑板车带来的安全隐患问题 奥克兰交通局的负责人表示 Wave电动滑板车会在限速地区试运行 最高的行驶速度是不能超过每小时25公里 在市中心一些繁忙的路段 滑板车的限速是15公里 同时为了保障安全出行 Wave电动滑板车还透露还会举办一些奖励活动 向带头盔遵守交通规则的人颁发安全奖章等等 而且Wave也是向奥克兰交通局做出了保证 如果出现故障将会立刻召回 并且了解Wave是在去年10月份获得了奥克兰市议会发放的允许运营的牌照 试运行从今天开始一直到3月31号结束 想要体验一把的朋友们 今天就可以走上街头试一试了 好 接下来我们来关注一条国际新闻 在伊朗的阿拉克 一名男子在一个购物中心摆了一个新型的玫瑰花镇 当众向女友求婚 女方答应之后呢 现场是齐声欢呼 二人当众拥抱 这本来是电影中的桥段 发生在现实生活中也会让人觉得非常的甜蜜 然而这段求婚的影片被分享到网上之后 当事的两个人因为处犯侮辱公共道德罪 被伊朗警方逮捕 当地的警方表示他们被捕是基于公众的要求 更表示这种行为是受堕落西方文化荼毒 根据了解目前呢 这对情侣已经获准保释 好 感谢您关注这一时段的WTV News正点播报 我是裴寒 再会